嗨,大家好,我是辛西亚 欢迎收听辛西亚的秘密日记podcast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有些人还蛮好奇 为什么当初Shane会跟着我一起从美国搬回台湾 那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婚姻生活 或者是人生的规划 我就在这边先跟不知道的人略略的提一下 就是说,我跟Shane是在2003年结婚 八月的时候一起到美国 接下来就是便手知足,白手起家 那我们在美国刚开始的时候 前两年,两个人都在星巴克打工 那个时候呢,我23岁,Shane是29岁 都算是年轻的年纪 在美国奋斗了八年 以后,我们毅然决然在2011年 从美国搬回来台湾 所以说我们搬回来台湾已经有13年了 那讲一下当时2003年到2011年 在美国这八年期间呢 前两年在星巴克打工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 我也习惯了美国的生活跟文化 等于说大概就比较不会像是 刚开始那种新移民或新住民那种 搞不清楚状况 就适应了美国LA的环境 我们那时候当时住在洛杉矶 然后Shane是洛杉矶人 接下来我就进入了一个 由台湾老板开的公司 这家公司其实也还蛮有名的 叫乐力杯Lolly Cup 前几个月 我的前老板也闹上了新闻 说他来台湾 然后反正就是 讲到说他 交了一个小三 然后在这个小三身上 花了几千万块一亿 可是没有得到他的爱情 然后就话还提高 要把他的资产要回来 反正你去搜寻什么乐力杯 你有兴趣的话 乐力杯就会有这个新闻出现 然后这个新闻就震惊了 当时的华人圈 因为我在美国在乐力杯 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知道 老板很有野心 那反正现在这家公司 也上市上柜开始卖股票 不过我已经离开很久了 那个反正就是 在美国的后六年 我就是都是在这家公司上班 那Shane的话呢 他在美国的从星巴克公司的 不是公司哦 星巴克的barista barista就是调制 就是一般的伙伴 就是一般的店员 好吗 调饮料的店员 然后就考上了美国的 哪一家county啊 反正就是美国 就是一个县的公务员 就接下来他的公务员生活 好 那等于说呢 就是他在公务员生涯 当了六年以后 我们就决定说 要一起搬回来台湾 那当然啦 我想先跟大家讲 我不知道我的听众 我有大概去看一下 年龄层的分布 我发现我podcast的年龄层 听众的分布啊 大概35岁到45岁 是最多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55岁到65岁 所以我觉得35岁到45岁最多的话 其实跟我还蛮相近 因为我今年44岁 然后我觉得 我这个人生经历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 如果现在你是 最多的听众 是处于35到45岁 那其实20到35岁 也有 可是比较少 我觉得大家在听这一集的时候 可以来想一下 你要的人生到底是什么 因为呢 当初我跟炫耀 从美国搬回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家人 不是我们喔 其实对啦 算是Shen的家人 跟我的家人都非常的反对 因为呢 在我们那个年代啊 大家都认为公务员就是好 公务员就是铁饭碗 公务员就是保你一生 都不会丢工作 然后你就是做到退休 那又尤其是美国的公务员的 benefit非常的好 就是你一进去 基本上来讲 你真的不太会被炒鱿鱼 除非你就是 有非常夸张的过错 或者是过失 如果你就是安安分分 安分守己的 做你的工作 就是日复一日 做一样的工作 然后你就是等退休 所以美其名 就是那时候在美国的状况 选他考进了公务员 说实在话 他那时候就就是 哦那就是等退休啊 就是把工作做好 每天日复一日 做一样的工作内容 然后就等退休 然后美国的退休又很好 所以呢 他一进到公务员以后 然后我又在乐利杯上班 我们就陆续就买了房 然后又有车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生小孩 打算就是一般 就是要生小孩 那所以有些人就 读者就会问我说 哎公务员这个工作 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那他们会觉得 Shen怎么会愿意放弃 这样稳定的工作 跟着你回来台湾打拼 好 我要先讲第一件事情 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 或者是对于自己人生 所要的是什么 因人而异 不是说当大家告诉你 稳定是好 然后你就觉得 那我们就去选稳定这一条路 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当我跟Shen在美国 已经拥有了 买了房子 然后拥有两台车 然后Shen有稳定的公务员工作 我又在这一家 老板就是很有事业野心 然后带着整家公司 业绩往上冲 其实整片愿景 你都会觉得 算是从星巴克 跳到了这样的一个生活 其实已经是 人生的路 你就已经都看到了 我就是安安分分的 在我的这家公司上班 然后Shen就是公务员 那 他为什么会想要 跟着我一起回台湾 我必须要先声明 就是并不是我 说 啊就是 我并没有说 我吵着回来 要来 回来台湾啊 怎么样 那当然 我是 回来台湾 有我自己的原因跟理由 是因为 就是父母在不远游嘛 我那时候 只要一想到 就是在 就是跟父母分开 然后在美国 我其实都蛮不快乐的 因为我觉得 非常的孤单 然后也没有交到 什么朋友 就是Alone 非常的Lonely 都是跟Shen一起 就是夫妻两个人 这样子而已 那 我当时在2008年 我已经出了第一本书 叫做 飘洋过海追上你 就讲的是 我当初 20岁开始 倒追Shen的爱情故事 也出了第一本书 然后 我就一直会 去思考说 我的人生 说实在话 如果我在这家 乐利杯的公司上班 我那时候负责的 业务就是 带着客户去开 手摇影的店 意思就是说 就是如果 客人他们有兴趣 要加盟 珍珠奶茶店的话 我就是负责要 带着他们把一切店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给 做起来 就是教他们know how 教他们如何开店 问题就在于 我对这件事情 说实在话 我每次在带着客人做训练 我当然都是很尽心尽力 可是我内心真的就觉得说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I don't give a shit 就是说 我真的不care 这件工作 对我有什么样的 关系 反正就是赚钱嘛 你知道就只是赚 就是领薪水 也没有说赚大钱 领薪水 那 Shane的话呢 他是跟我讲说 他说你知道吗 有一天他下班回来 他说我今天进了那个主管的办公室 就跟主管在讨论事情 然后呢 我就在主管的那个桌子旁边 看到了主管他 刚开始就是 你知道美国人很喜欢在 自己的桌子上面放 家人的合照 他就说我看他全家福的照片 我看着我这个主管 他已经是资深 然后即将退休 白发苍苍 可是那张全家福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就是 大概15 20年前的那个全家福 然后我的主管 多么的年轻 就是神采飞扬 然后接下来 我看到旁边的这个就是一个 即将要退休 白发苍苍的一位老人 然后那个moment 就开始在思考说 好恐怖哦 就是我在这个公务员 我可以去预见 预示预告的预 预见我接下来的人生 我就是在这一家公司 然后就这样了 Nothing will happen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退休了 然后人生就这样过完了 然后宣说 那个时候他觉得 他突然会觉得 我不想要这个样子 很稳定 没有错 可是就是没有变化 然后人生就 安然的度过了 然后又觉得 好恐怖哦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当我提出说 其实 对于我的人生来讲 我都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 每次呢 只要我在生活当中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我会害怕 我会退缩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我自己 人生只有一次 各位 我们都只能活一次的人生 没有 老公 那个不是老公 老天也是非常公平的 他让你出生 他就是给你这么一次的人生 因为我不相信轮回 你就只有这一辈子 那你这一辈子 你要怎么活 怎么过 那就是你自己 要决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 选择权在你的手上 因此呢 你在追求某样事情 或者是你不敢追求的时候 你就要问你自己 你甘不甘心 就是说今天 盖棺论定的时候 你会认为说 好这个人生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还是你会觉得 我不甘心 我不甘愿 因为很多事情 我还没有完成 那你要去问自己说 如果你是不甘心 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是因为你不敢 还是你因为别的原因 你没有去做 那对于我来讲 或对于Shen来讲 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人生既然只有一次 那你就不要后悔 所以当初在我20岁的时候 我为什么敢 真的是飘扬过海 去追求我的爱情 去追求Shen 真的是因为 我只会问我自己 在这么仅有一次 只能活一次的人生当中 我只求自己 对于我想要做的事情 全力以赴 我当时去倒追Shen的时候 我不是设下目标 就是我一定要跟这个男人 在一起 然后开花结果 白头偕老 没有 我只是要求我自己 很明白清楚的 去告诉这个男人说 我很爱你 我很喜欢你 然后我会尽力 当我对你还有感情的时候 我会去尽量看去 怎么样如何克服 所谓的远距离恋爱 然后我甚至还对他说出 你对我 因为那时候Shen 他对我的感觉 不是不爱 也不是不喜欢 他喜欢 可是没有到爱 所以他会认为说 就远距离 我也不可能为了你来台湾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也不需要 你为了我来台湾 我也不要求你这样子做 反正我自己会想办法 因为喜欢你是我的事情 可是我就跟他讲 反正呢 我喜欢你 我就会做一些 我想要做的付出 那当然 哪一天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我就会放手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人生 或者是爱情 或者是婚姻 很多时候 我就是反 凡是 反求诸己的意思 就是说 我只求我自己已经尽全力 那那个结果 我就不会去 无论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可以接受 所以 很多 人来到我的面前 做感情咨询的时候 我就会 这个事情 我会跟他们分享 就是 有些女生 会有矜持 会觉得说 我跟这个男生 我好像不敢大胆的去放手 做一些什么事情 可是 你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今天 不去大胆放手的做一些 你自己不会做的事 那你内心会永远都没有答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我要跟Shen很 努力的去表达我的感情 是因为 我不要有遗憾 我不要 后来才会在那边想说 如果那个时候 我跟他讲 就是我 如果 当时我 我当时如果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现在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No 你必须要采取你的行动 然后你必须要去亲身去经历了 得到了你的那个答案 就算那个答案不是你想要的 你都会释怀跟了然于心 然后告诉自己说 因为我已经尽全力了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话题就是拉回来 就是说 既然人生就只有一次 我今天就是要讲说 所以Shen那时候就觉得说 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公务员这样子 稳定的工作 那如果你问我说 所以说你跟Shen都不喜欢稳定 也不是啊 其实后来回到台湾这13年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还 某些程度也是还算蛮喜欢稳定的 所谓的稳定就是 我们喜欢一天下来 就是有自己规律的生活 我们喜欢规律的生活 然后在这规律的生活当中 因为是自由业嘛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 特别的case会进来 或者是有的时候 你就会自由的去 自发心的去尝试一些 诶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 那我就来做 好比说这个podcast 就是有一天我就跟Shen说 我想要自己来开一个podcast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内心的一些想法 那我就开始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不是告诉你们 人生稳定就是好 或是人生不稳定就是不好 那都端看你的个性 跟你想要在人生里面追求什么 好 那讲到这件事情呢 我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我在网路上有一段话 我偶然间滑到 然后我就觉得 他对我来讲非常的受用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分享给你们知道 他说这句话 这个话是李嘉诚说的 可是我觉得 像网路上有很多假讯息 所以我也不知道 李嘉诚是不是真的说过这种话 可是这一段话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某些程度上 的确是有他的道理 好大家来仔细听咯 这一段小小一段的文字 是这么说的 你想要过普通的生活 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 你想要过最好的生活 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 这个世界很公平 你想要最好 就一定会给你最痛 能闯过去 你就是赢家 闯不过去 那就乖乖退回去 做个普通人吧 所谓的成功 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 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 而是要看你 能否笑着度过难关 这一段话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受用 可是我觉得我这边 我要强调说 我不是觉得 拥有普通的人生不好 再次强调 普通的人生 没有波澜的人生 稳定的人生 的确它也是一种幸福 那只是端看你的个性 你喜欢什么样 那我自己跟 我们是比较喜欢 生活有变化 就是多彩多姿的生活 那换言之有变化跟 多彩多姿的生活 就是意味着 你就是必须要 接受一些 不确定跟不稳定 那 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 就是当我在接案的时候 案子多 我跟你讲 案子多 你就会告诉自己说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白日红 现在案子很多 不代表日后案子会很多 你就会吵反 那案子少的时候 你就会更吵反 更焦躁 会觉得 奇怪了 怎么都没有案子进来 所以说 以我跟炫的生活形态 是我们是必须要 非常的自律 的去播种 那播种这件事情 大家有兴趣 可以再搭配着 我的podcast的第一集 第一集 就是在讲说 人生是老天爷注定的嘛 那个时候 我有在里面有讲到 播种的时机 就是说 人既然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 那人生的起起落落 也如同春夏秋冬 那这个时期 可能你播种 正好正逢是冬天 播种的话 它可能就 你就必须要付出更加倍的力量 让这个种子发芽 因为你的现在的状况是冬天 你可能就是必须要想办法去盖一个 green house 就是温室 把种子移到室内 然后给予适当的温度跟水 让它发芽 好 反正 我觉得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搭配第一集收听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误会说 哦 炫他为了你 为了Cynthia 这真是真爱耶 为了你回来台湾 然后跟你一起从事自由业 No 其实那个也是他 已经自己做的决定 如果那个时候炫他告诉我说 可是我已经考上公务员了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啊 那我觉得你回到台湾 如果你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因为那时候我回到台湾 第一个是因为家人 父母在不远游 第二个是因为 我说真的 我从小就是有个明星梦 我不会演 老娘就是想要活在美光灯下面 然后我一直希望自己是 能够对旁人发挥影响力的人 然后说的很 很 很怎么讲 粗浅或直白 就是我想要当明星 我小时候就想要当演员 我想要就是众所矚目 所以我小时候在班上 就是很喜欢 老师如果突然下课前还有十分钟 他就会点名我说 某某同学来上台 跟同学们讲个笑话吧 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上台 然后 就是让大家笑 这就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搬回来台湾 就是我就是很想要继续发展 我写书 担任作家 然后往 两性的这一条路去发展 那我觉得 现在回来台湾13年 其实刚开始回来台湾 为了温饱 追求生活上面的 稳定 我也是先去 我最熟悉的补习班 当老师 当业务 因为补习班是 英文老师 是我以前最熟悉的行业 我也是先从那边开始 然后再 先求 生活费有着落 然后再慢慢的去寻求 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那我觉得 如果大家想要听说 那星达 那我很好奇 就是你从台湾 这样子一路 你是到底如何走到 今天这一步 就是有上媒体 你在新闻挖挖挖 然后 有些 有经营YouTube 然后好像 开始有一些人知道 你的名字 到底是这一路 怎么走过来的 如果你有兴趣 请大家也可以留言给我 点播 因为我觉得 我今天从 你看 从一个补习班的 英文老师 然后又走到 大家 好像说 是两性作家 Sindia 其实也是 我一路有奋斗来 这一切都不是 一蹴可及 是我自己有布局 我自己有一些计划 跟布局 然后想办法说 我要 如何去完成 我的梦想 跟达成 我的目标 那这个目标 当然不是 我从美国 搬回来台湾 然后这一切事情 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并没有 我真的是有做一些 一些事情 那你有 如果你好奇 你可以敲碗 或留言告诉我 那我就再录一集 跟大家讲 好 那我觉得今天的 重点 只是要跟大家 分享说 我跟Sindia 对于人生的看法 Sindia 他毕竟是 伯克来哲学系的 他常会告诉我说 对他来讲 人生就是一本书 那书的话 一本书里面 有篇章越多 转折越多 他就会觉得 这本书 就越精彩 所以他会告诉我说 我希望我的这一本书 我自己写的这一本书 是有很多chapters 很多很多的篇章 有很多不同的转折 有很多不同的历程 然后我就觉得 今天我真的是 盖棺论定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对于我的人生 我感到很满意 很满足 然后我就可以 真的是微笑的 离开这个人世间 那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 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的个性是 既然人生就只有一次 那我就会觉得 如果我的人生 只是为了追求 稳定这两个字 然后稳定就是我的一个 操纵我人生的一个准则 就是我为了稳定 所以我去就读什么科系 然后为了稳定 然后我入了什么样的行业 然后我为了稳定 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 这个稳定两个字 就是我身上的枷锁 因为 说实在话 如果你 当然啦 我不能说你 因为我觉得 每个人的个性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有些人稳定 他就觉得很好 我就觉得 那这样很好 因为那是他自己想要的 那我觉得 今天这一集是做给 如果你是在 思考是说 我的人生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我现在心中 有一些梦想 想要实现 有一些目标 理想 可是他可能不是 稳定的那一种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要去 很认真的去思考 是说 你想要去 因为稳定 因为人生真的就只有一次哦 我会这样跟你讲 人生就只有这么一次哦 如果你为了自己的理想 梦想 你不采取一些行动 你永远都不知道答案 可是我也不会告诉你说 因为你采取了行动 你的人 你的梦想就会实现 没有 可是你会知道一个答案 我觉得 完全的稳定 跟完全的不稳定 极端都是不好的 我们还是必须要顾求温饱 这是我自己 因为你知道金油座 金油座是非常 就是很现实的一个 就是对于钱财 很在乎的一个星座 钱是我的安全感 所以我所谓的 不稳定 不是说 有一餐没一餐 然后餐风露宿 喝西北风 不是 就是说 我可能会去做一些 push我自己去跳脱 舒适圈 可是我也没有 要把自己推下悬崖 的那个意思 因为我会 我把 我翅膀都还没长印 我把自己推下悬崖 我不是 让自己会死得很惨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 只是想要跟大家 就讲到就是说 稳定跟不稳定之间 你要怎么样去抉择 然后在 实现梦想之间 的中间达到一个平衡点 我觉得那个是 大家值得思考 跟值得去实现的 那 我今天就是有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一段 不知道是不是李嘉诚 说的金句 名言 那我只是会觉得 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 我觉得追求 如果你的个性会觉得 我就是爱稳定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棒 人最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很肯定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去实现跟把握 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就是最成功的人生 而不是永远怀抱着悔恨 然后一直说 想当初 想当初 想当初如果我怎样怎样的话 我今天就不会怎么样 就是不要后悔 人生只有一次 永远告诉自己 当你在抉择的时候 告诉自己 人生只有一次 我想要怎么样的人生 然后怎么样做 我不会后悔 这样我觉得 就是成功的人生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要任何听的话题 可以点播 欢迎大家点播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新西亚的 秘密日记podcast 拜托请订阅 并且给予五星好评 跟留言在你收听的平台上 我会非常期待 看到大家的留言 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